接下來我要講的 不開玩笑 真的是我每天都在用的吃飯絕招 之前Motion有寫過幾篇 AI進入AE工作流程的技巧 教大家如何整理AI檔 我接續他的文章 這邊我要教大家如何從AI到AE的快速轉換技巧 首先你要有一個畫好的AI檔 這個當然 文字都已經轉外框 沒有漸層或材質 RGB顏色 也已經拆成 這時候我們另存新檔 記得勾選PDF相容檔案 按下確定 接著我們開啟AE 混入剛剛的AI檔 選擇Layer Size 按下OK 打開裡面會有分層的AI檔 我們拿中間那層人物做示範 打開腳本Export Shape Layers 按這個圖形把AI轉成Shape 再按這個圖形把Shape全部拆成 這樣就完成一秒拆成囉 接著為了製作方便 我們選擇這些物件 把它Precompose 打包成群組 不過這樣Comp邊緣就會比物件大很多 這個時候我們再使用AutoCrop 把Comp自動裁計層跟素材一樣大 操作起來就會比較方便囉 接著我要用Red Dominic Color 這個腳本能夠大量控制素材顏色 你可以選擇一個指定的Comp 按下Scan 它會自動掃描裡面的Comp有哪些顏色 自動建立好一個色票 顯示色票 解除鎖定 我把色票移動到畫面中 點進去我就可以開始修改顏色 例如我把藍色改成深咖啡色 回到上一層 你就會發現所有顏色都已經改完了 超級方便 不過這個色票功能只對A1內建的Shape比較好控制 這也知為什麼我要把物件轉成Shape的原因之一 好 我把顏色改回來 最後我要示範圖釘晃動的效果 我先把人物跟背景這些細碎的物件分開 因為物件大部分是在最下層 所以我的做法是從最下層開始找 然後把不要的物件關閉 要的保留下來 以此類推 好囉 剩下就是把這些人物precompose 因為圖釘只能釘在一個圖層上 確認一下背景跟人物有分離 那我們接著做人物動畫 我們先把目前的Comp版面條大一點 因為等一下人物晃動會超出邊緣 OK 接著我們選擇圖釘工具 直接釘在人物上 因為我只需要動頭部 其他地方不需要動 所以下面的部分我會多釘幾個 讓它不要被拉扯 接著我們選擇Motion2的Pin功能 它可以快速把圖釘轉為No 方便我們做動畫 OK 我改個顏色 位置有點偏移沒關係 我們找到頭部的No 按下P 簡單做個移動動畫 大概拉個3格 設關鍵影格 這裡的間距可以非常短 等一下動畫效果會比較明顯 這裡我移動一下中間的關鍵影格 讓它往上一點 好 預覽一下 好 OK 然後全選關鍵影格 按下Excite 我讓動畫大概在這個時間點結束 按下N 設定結束點 好 我們預覽一下動畫 嗯 OK 這個回彈效果還不錯 我們可以試著改變一下數字 Bounce就是彈跳的意思 數字越大 它的彈跳效果就越強 Fraction就是摩擦的意思 數字越大 摩擦力就越大 衰減的速度就會越快 我稍微調整一下數字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隨自己喜好調 然後我把關鍵影格的間距調稍微小一點 很多人會問我為什麼這麼調 我只能說這真的是多年經驗 我好歹也用了AE這麼多年 大概已經可以知道 什麼樣的間距跟數字會比較符合我的需求 如果是新手的話也不用10倍 每個效果都嘗試一下 用久就自然會有經驗囉 以上四個絕招 1秒拆成 自動拆切 色票控制 圖釘旺洞 你可以計算一下 如果按照正常做法 上面這些動作 你需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完成 應該會蠻驚人的 不過我也特別強調 腳本是已經有了基礎再來使用的東西 先了解正常流程 再來使用進階腳本 會比較好囉 那我教學就先講到這邊 掰掰 筒字幕錄音 筒字幕錄音 觸字幕錄音 觸字幕錄音 按照明 字幕錄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